李婷婷总是想 那如果有一天 她的艾伦也这么哭着喊着叫妈妈 但是自己却忘了她 不能回应她 那儿子是不是会一直这样的哭下去呢 李婷婷非常恐惧和害怕这一天的到晚 于是她开始尝试在自己还有记忆的时候 用各种方式来记录儿子成长的点滴 然后把它们都珍藏在一个匣子里 其中有一封李婷婷在儿子五岁生日那一年写的信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封信的内容 亲爱的艾伦 妈妈最疼爱的儿子 你好 知道妈妈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我的天 你们又在我说 可能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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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 我这是那个我说 儿子的衣服 你然后我说 我师父母你很喜欢这样 的一能力啊 我还能说 我看你没想到这儿子是什么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你一定不可以让他们失望 别总是怪妈妈对你太严厉 现在你长大了 就应该能够理解妈妈 妈妈希望你能够永远地幸福 其实想要幸福也很简单 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爱笑的你 我相信运气也不会太差 勇敢地面对困难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永远要记得 办法总会比困难多 妈妈常说一句话 不因善小而不为 不因恶小而为之 希望他也能够成为你的座右铭 还有啊 你一定要像爸爸一样 去保护你爱的人 去学习他很有担当 我相信你一定会比他更有秀 成长就是将你的哭声 挑成静怡的状态 妈妈爱笑 更要喜欢看着你笑 希望啊 你能笑着长大 顺利地度过 叛逆期 妈妈永远相信你 永远爱你 爱笑的妈妈 2016年5月20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